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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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 是在週一的期間 交減指數是一個小幅度的一個震盪 最高點是小跌一點 然後最低點小跌28點 今天盤因為成交量呢 比較一個明顯的萎縮 只剩下657億元 所以波動一個區間也比較狹幅 關於後續的盤市格局 我認為要等放量 才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趨勢出來 不過這個盤 我們其實在上個禮拜五的時間 就已經跟大家講到了說 內容不是很好 漲了一檔台積電 中小型個股 卻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下探 再加上巴法跟量價 是不同步的一個區間 雖然指標在低檔區呈現 支撐了一個力道 不過你可以看到 由於台積電 假設用去年的EPS來反應 其實台積電現階段 已經拉高到20多倍的本益比 假設今年真的 如同法蘭菇的 有7塊錢8塊錢 也15倍本益比了 所以我們跟大家報告 即便台積電 繳出亮麗的財報 這個盤市格局不太容易漲 因為都已經 事先反應過了 果然今天加權指數呢 就以一個中場的一個震盪小碟做收 廖老師常常跟大家聊到 盤整才是最容易 財富重新分配的機會跟地方 可是如果接下來 在這種盤整的格局裡面 廖老師說為什麼財富重新分配呢 加權指數假設一個霞幅盤整 可是廖老師跟大家預告的低基期 類似我們上個禮拜花很多很多時間 跟大家預告的低潤族群 像華雅科這些股票 都是三四百億元的一個股本 今天在噴出漲停板 創下波段新高 健豪科創下55塊的收盤 波段新高價 有一批股票 是從低檔區的變盤轉折向上 那投資朋友可是盤不漲啊 那代表會有另外一批的股票 開始做一個波段式的下跌 所以投資朋友 現階段要做的工作 一定是如同 我跟大家報告到的 準備探急 你不要急 那不可以亂抓股票了 現在股票也不要隨便亂買了 來找一些 你真的還不曉得怎麼樣佈局 想要去賺這個母親節 這最後一波行情 這一波股票還不曉得怎麼佈局的 讓劉老師來帶你買進 我接下來看好的這一批股票 如果你可以在今天早上 華雅科一開盤佔上27.4 再加碼第二筆多單 今天華雅科已經噴出了三個交易日以來 第二根漲停板了 所以我們跟大家報告 你要開始去注意春季電腦展相關的股票 或是這個禮拜繼續發酵的一個重點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廖老師新進的會員朋友 我們會佈局一檔面板股 一檔網路股 一檔記憶體 由華雅科金豪科所帶動出來的一筆詛咒 那我也不想再跟大家訴求太多 尤其 投資朋友 就像那個 阿里巴巴的一個創辦人 跟大家講到說 投資朋友其實想要賺錢 要有企圖心 如果你自己拿不出企圖心 想要賺錢還要劉老師求你的 我覺得接下來這盤氏格局難度真的非常高 那既然你也知道說9000點 代表已經進入第五波的這個位階了 很可能就是最後這一波行情了 那如果你沒有我的訊息 我建議您呢 要慢慢的把自己的手上股票減碼 休息一下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去掌握 劉老師精心幫他挑選出來這三檔股票的 那劉老師跟大家強調 我們今天4月21號 這個母經濟的專案就要正式結案了 我也不想跟大家再訴求太多了 好不好 總之上個禮拜跟大家報告到一個重點 第一 大盤要震盪下跌 今天果然小跌15點坐舍了 那還是要強調大家 不是只要賺這一波 你要賺一輩子 不要再用融資操作了 9000點大家都知道說 歷史的經驗上面的一個回饋 你在9000點還告訴大家說 重壓大買的 有在市場裡面投資經驗夠久 投資朋友都知道 往往到這裡連退休金也可能整個都賠進去的 要不回來的多的是 所以現階段 中小型個股沒有利益性 很明顯是主力食物群炒作一律中股票 拜託大家千萬不要碰 它再漲10根漲停板 也比不上華雅科一根漲停板 10萬張的成交量 你要買千萬 你要1億元的資金進場 你想買多少就買多少 來100萬的資金進場 這短短兩天的時間 你已經賺進多少 已經是14萬元的價差了 千萬元你已經賺進140萬了 我們要操作就是找這種中大型 接下來法人會幫你買進回補的股票 那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呢 因為加權指數現階段成交量真的比較少 所以你股票真的要好進好出 最好是有法人未來還會接著幫你去買盤進場的股票 那你未來也比較好進出嘛 重點是法人還不看好的時間點 就如同劉老師上個禮拜 跟大家花了兩天的時間 回答大家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那麼看好低論呢 低論真的會漲嗎 今天華雅科是以待漲停板的方式 直接站上這個27塊事情 三個月的一個整理平台 時間跟空間的一個幅度 你都要開始比較大規模的向上調整了 好不好 所以我手上三檔 心機會員沒有要佈局的股票 我一定會想辦法 看著華雅科的掌聲 幫你買到金豪科第二 華雅科第二 這張股票好不好 那總共三檔股票加起來 股價都不會太貴 你是小資族的 或者是大資金部位的投資朋友 都是用 那這三檔股票不要再錯過了 尤其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春電展人氣爆棚 開展第三天湧盡11萬人 這個11萬人呢 是過去幾年以來 春季電腦展最多的一波的人潮 而且不論是華碩 不論是宏基 不論是宏達電 都繳出亮眼的 春電展一個商售的一個成績 所以你可以看到 劉老師跟他預告的 有一些春電展相關的一些題材股 像星浦今天盤中幾乎半根漲停 順達也開始攻擊了 那華雅科噴出漲停板了 金豪科創下了整個 劉老師講盤 講了三個月 每天money最終以來 三個月的波段新高 收盤在55塊錢以上了 友達也開始漲了 群創回測也直穩了 宏基也是紅盤 華碩也是紅盤 宏達電今天也在紅盤 投資朋友今天大盤開始出現明顯的震盪了 劉老師幫你挑出來的春季電腦場幹令股 每一檔都在紅盤上 強射股票 類似華碩已經噴出第三根漲停板 創下波段新高 上個禮拜 連續兩個禮拜以來 有人有誰告訴你這些股票 所以其實操縱的難度沒有那麼難 那劉老師就要後續來講 如果是我的會員朋友 我還是會挑這一批的股票 做一個比較積極的進場佈局 好不好 來的最後我們來看一檔股票 這是2357的華碩 最低點在204塊 那今天收盤價其實已經 畢竟313塊錢附近了 那我想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好 上個禮拜不是華碩傳出ZenFone 因為中國大陸的一個手機銷售 售價跟台灣的售價 價位有差異結果造成 短線上面的利空 短波回測嗎 好 如果這一波的盆式格局 華碩已經走完了 怎麼會 今天再補一點點量能潮 股價又要再創波段新高了 你可以看到說 從204塊錢這個位階 到現在為止漲5成了 這個是法輪圈 三大法輪買賣潮 一路再進行一個回補的動作 這波MB族群的漲勢 在Windows XP 這個停止支援的一個狀況之下 MB最慘的年度 大概就是去年 好 當然這個年幀率 今年有機會拉近 跟以往的一個水準 如果說連MB都匹級太來 華碩跟宏基 再加上了宏基去年的手機的出貨 150萬支 今年除了MB的一個動能之外 額外給自己宣示的一個目標 是要挑戰1000萬支 股價在一個長期歷史絕對的低檔區 好 料是在這個發動之前 我就把這個周限從105塊錢 下跌到只剩下20塊錢不到的這個位階 跟大家報告 好 現在你已經錯過華碩了 誰在華碩這個低檔區補漲期間 我認為宏基今年匹級太來 加倍奉華安泰式 已經非常明顯了 好不好 好 第三波的漲勢會遠遠到於第一波 現在法輪還沒有回補 所以我認為你要買在法輪回補之前 所以這片股票如果要去攻擊 梁老師看著MB族群的一個漲勢 我會幫大家挑出MB相關領主間更強勢的股票 那如果你這樣直直細細的思考 你可不可以挑出黃雅科來 你可不可以挑出金豪科來 好 金豪科 梁老師已經連續跟大家報告三個多月了 現在才市場法輪才慢慢開始 逐步的看好低潤相關的景氣 好 那另外的股票是2498的宏達電 投資票你可以看到這一波的回測 這一波的回測 這一波的回測 每一波的回測的幅度是越來越小 那投資票5月份的營收到底怎麼樣看 6月份的營收到底怎麼樣看 來 5月份的營收 原本這裡交出162億元嘛 4月6號的一個時刻點 4月7號的時刻點 那最主要呢 是Desire 816上市了 5月份的營收要加上了M8 M8的一個星期上市 4月的下行 中國大陸的一個M8的改版款 要上市的 5月上旬再多一個M8mini一個上市 好的 這邊有 那6月份營收你到底要怎麼樣看呢 好 那你要等時限買 還是在這個位置點 立空環式的時刻點 看到今年 宏達電浴火重生匹集帶來 你重壓2000萬資金 你現在賺300萬 還是等時限買 你再去追162.5 短套兩天 好 體驗筒6號是意思嗎 那這是友達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跟他報告了 3月跟4月 3月下旬最新出來 NBD Display Search的一個報告 原本是說跌勢會趨緩 結果呢 現在交出來的一個報告是說 4月份跟5月份的報價確定 Low Ditch 各位Single Ditch 大概是0%到5%左右的價格為負調漲 可是5月1號這個長假再加上6月12日 市族賽是4年一次才會有的這樣子的利多題材加持 現在報價明顯做一個向上攻擊了 投資朋友 你要想想辦法去做一個布局的動作囉 任何震盪壓迴我認為 接下來一個區 今年年底下半的一個區是 上的一個過程裡面 你開始要去找到面板族群 相關零組件 攻擊的一個主軸 好 那劉老師幫你挑出來的都是 公開在大盤 在個股方面 中大型的這些個股 那總之朋友 問題是這些股本比較大 那你要想辦法去找到 看到面板掌聲的題材 MB掌聲的題材 智慧型手機掌聲的題材 你應該有辦法去挑到 這個是3006的一個金浩科 好 梁老師要跟他報告說 這一波段的一個走勢 行情還沒有結束 問題是 當我們在跟他報告到 金浩科的一個同時 總之朋友 我們是從24元開始佈局 梁老師幫你挑出來的股票 每一檔都會像金浩科一樣 你絕對都可以 是用千萬元的資金進場佈局 好 一檔股票已經從24塊錢到48塊錢 要你獲利了結 賺一倍一趟 這一次從38塊錢 2月11號公開跟大家預告 好 那我們認為第一潤會有另外一波 比較明顯向上的漲勢 結果咧 如果你已經看到金浩科上個禮拜 是禮拜三的時刻 你供到55塊 梁老師不會再帶你去追逐金浩科了 雖然我們53塊錢還加嘛 等一下華雅科 等一下金浩科 關於這兩檔股票的後續趨勢 他會走一個比較大規模向上的主身段 梁老師除了念個起漲點帶你買到之外 好 這是今天早上的一個位置點 好 那9點15分的時候 剛好華雅科有個正當回側 我們再加碼第二筆多單 結果咧華雅科咧 直接公出漲停板 梁老師跟你報告股票 是不是像華雅科 像金浩科一樣 每一檔股票 絕對都是可以千萬元資金 你只要你資金夠 你信任我們關於這些股票來規劃 好 同志朋友 100萬元資金也是一天的時間 你額外又掌握了7萬元的一個價差 我覺得匯費真的不是問題 好不好 那關於我們母親節的這個分案 好 梁老師今天要做一個結案了 我想上半段時間只是跟大家報告 有一塊非常明顯 春店展 而且他的一個氣氛會再延續到5月1號 就是為什麼梁老師挑出這批股票 我認為在母親節之前 你可以跟著梁老師來領母親節紅包這一天 這批股票 如果你真的要佈局 好 我會跟大家報告 行情大盤來說 第五波 不曉得什麼時候會結束 好 不是沒有股票 但是投資朋友 行情已經在最後這個波段了 好 很可能5月10號這一波段的一個行情 是近期來講 你真的要賺錢 好 真的有這種大型股 有行情的走勢裡面 好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最後這一波的行情了 好 所以我們這個狀態今天要解案 你可以詳情直接洽尋老師的服務人員 好不好 休息兩分鐘之後 再回來 好 好 好喜欢就在这里 57瓶大字帮原始雅院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征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力气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顾 固德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牌清理窗 专业赋了是倒快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 带用 吹记忆啊 相用记忆啊 五分钟 好 欢迎好 欢迎好 欢迎现场 那刘老师带大家看一份资料 就是为什么刘老师认为说 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去密集的 帮你去找几档基匹的新股票 虽然它的股份非常大 很可能类似华雅科一样 很可能类似有达一样 都是900亿元股本 三四百亿元股本的股票 可是因为大盘刚好来到一个 9000点这个位阶 为什么刘老师一直跟大家报告说 不是只要赚这一波要赚一辈子 那你要找出对的交易的方式 那绝对不是跟着媒体去做一个追踪 接下来涨升股票 就像今天华雅科 金豪科再创新高 两个礼拜之前是绝对没有人告诉你说 看好低论概念股 好 廖老师就花了几个交易的时间 直直细细跟你报告说 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一波低论产业 行情是另外一个中期大波段向上的起始点 那这个是刘老师跟他报告到 我们上个礼拜五的盘后稿 那我们认为是说 台积电源的第二季的财色相对乐观 那你要开始去找一些 比较低基级的半导体股 这个是上个礼拜五的一个盘后稿 那我们报告提到有一个指标叫DXI指标 那这个我们先带一下全图 这是DRAM exchange关于 接下来如果你看到台积电的一个财测相对乐观 但是你不要再去买台积电的相对空间相对有限了 你要看这个指标所带动出来 这不是技术指标 DXI指标是DRAM的一个景气的一个领先看板指标 它是一个简单的 有一点点类似像 这个销售金额乘上于价格 是非常少的变数即时反映出整个市场的一个趋势 那再加上它是结合类似三星 SK 哈利斯 尔比达 美光 南亚 华邦 所以说DXI指数可以很快速地去提供你 关于DRAM整个产业的一个趋势 一般你在市面上关于DRAM一个分析 你是看不到这个指标的 好 那我们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说 既然DXI指标创新高 那你就要开始去密集注意到 类似刘老师跟大家报告到的金浩科 总之面有这些股票帮到宏达电报 包含志冠 包含金浩科 你看着刘老师的节目够久的 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密集公开 每天帮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今天收盘价是再创这个波段新高 代表说这个后续的涨升动能趋势 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结束 那当然你的交易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点 比如说这里中压大买 那这里再加码第三笔多单一个资金 3月18号到时刻点再把它买好 千万元的资金绝对都可以集中资金布局 因为它是第三波当中的主身段当中的主身段 等到4月2号刚好是最高的这一根K线的位置点 再把加码多单做个短条 基本之谷报老到今天为止收盘价 创下整个波段新高 那刘老师为什么要跟大家聊到金浩科呢 好的 朋友 因为金浩科的掌声 金浩科在记忆体族群当中是比较偏向 立基型的记忆体 那我们当初在2月中旬的时候 看好它绝对会比联发科的掌势 多一倍的掌势向上喷出 复制美光再有这个喷出大涨的一个实力 告诉你是说它的营收大幅度爆发成长 毛利率的大幅度成长 报价如果也还做一个向上喷出的状况之下 那这样的股票甚至于有机会复制自贯 你可以重压大买 当初是在2月11号的时刻点告诉你说 接下来是三支三喷出组身段 40块钱以下的一个位阶 那在三角形收敛一个形态的状况之下 那低基期大转机财报稳健 去年赚钱今年又是大幅度的转机 这一档股票如果结合自贯掌声的理由 你这准要买就百民会探机 会喷出大涨复制自贯一样 涨出五成一倍 在38块钱40块再加码第二笔 43块钱再加码第三笔 当天现买先喷出涨停 45块所使 到今天为止55块撞破坏新高 你看这刘老师的节目够久了 刘老师这档股票其实跟大家分享了非常久了 那这档股票的一个涨声 其实如果您真的错过了 林老师还有所谓的金豪科第二 那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告诉你说 不要看着金豪科创新高 就认为这行情结束了 金豪科只是立基形的记忆体 那标准形的记忆体在 我们刚刚上班那不是讲到 华硕已经匹极泰来了吗 宏基已经匹极泰来了吗 那所以跟大家报告到说 如果以低润的报价来讲 那今年的记忆体最大的一个疑虑就是 PC还没复苏 那如果连PC也已经复苏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华尔科 三角形受电型它类似金豪科一样 是不是接下来要喷出组成段 今年供到28.3块了 这边有这是三月份的营收 这是二月份的营收 这是一月份的营收 相较于去年的第一季 那三月份是额外成长了90% 二月份额外成长了137% 那这个是在一月份的时候 额外的成长了173% 投资朋友如果一档个股的毛利率 维持不变 它的营收跳升了1.7倍 今年的EPS要乘以多少 这辆股票会不会连续三天喷出两根涨停板 今天早上占上27块 是应不应该加码第二笔多单 好这个是 注意哦 你所看到的今天的 华尔科的一个向上的营收 较出170% 较出了百分之百涨一倍 这个报价是在一月份以来到三月份为止 第一任的报价还是往下走 那你所看到的这个营收 是销售金额乘以单价 在报价向下的一个格局里面 它的营收都暴增一倍以上 好那接下来 如果第二第三季进入电子产业 拉货零个旺季 那你要不要提前在这个位阶进行 进场卡外布局 好你可以看到 华尔科除了当天 喷出掌停板之外 这个喷出掌停板之外 今天你如果再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投资朋友今天也是带一个 10万张以上的一个增加量能潮 占上1月9号27块是一个高点 好那所以你看到27块是以 主身段这么大攻击量能潮 今天尾盘所使将近3万张 买都买不到啊 所以我们会继续复制着挑出华尔科 金浩科这样一个操作一个逻辑 刘老师还有几档 历史绝对低低期 类似南科 华尔科 金浩科 你已经错过了这些股票的向上攻击涨提和态势 刘老师绝对买的是月线刚刚开始低档黄金交叉 三九五五决定第一期 全新的一批持股 或带着心境惠美朋友 做一个进场布局 时间关系为大家服务到这里 有需要任我们服务的地方 直接下旬就要老师的服务人员 我们明天再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预防单格热流型 请主动做好防治工作 主动清理居家环境 检查室内外有无积水容器 屋顶排水沟 地下室等积水要清除 动员社区力量 主动整理社区环境 物堆积废弃物 民众若拒绝 规避或妨碍主管机关等相关人员 所从事之防疫工作 最高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罚还 疾病管制局关心您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投资都有期货 股票双证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证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顾 顾得投顾 我是赵小龙 我是李景光 小龙的妈妈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初选民调 请您唯一支持 赵小龙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